意大利物价飞涨 从一包涨价38%的意大利面说起 物价在一点一点的上涨 似乎所有的消费者都注意到了 这归咎于能源的上涨 原材料的成本上升等等 虽然近期的能源费用上涨与物价上涨有关 但这并不全部的原因 例如每个意大利人都可以注意到的意大利面价格 同一款意面在同一家零售商 9月份的价格为1.1欧元 而现在的售价的为1.4欧元 到本月底上升至1.52欧元 这并非是几欧分的差价 而是38%的上涨 意大利人从不放弃自己喜欢的意大利面 即便涨价许多消费者也仍然选择喜爱的品牌 而并非从打着商品中选购 而这种增长并不是突然的 只是对价格不敏感的客户没有立刻注意到 从大规模分销角度来看 由于各种原因 这将是复杂的一年 从电费增长55%和燃气费增长42% 也开始改变了人们购物的选择 更多的人主要选择基本必需品 如面食 鸡蛋 牛奶和家禽等利润率低的食品 生产商已经更新了能源费用的价格 意大利面类的商品的另一个影响因素 是国际醋面粉市场的增长 以及海运费的上涨 以前花费3000欧元的集装箱 现在要花费12000欧元 再加上包装成本和能源成本 总成本增加了25% 意大利已达峰值 因恐惧新冠 人寿保险销量大增 1月19日卫生部通告显示 24小时意大利现有确诊 25万6万2156例 死亡287例 世卫组织欧洲部主任Q之宣布 鉴于Novax的数量 我们预估在1月至5月这4个月的时间内 53个欧洲国家都会感受到 来自医院的巨大压力 只身住院人数和重症监护人数增加 医护人员因感染而减少的境地 重新评估市籽和防疫隔离协议至关重要 对于意大利他表示 意大利非常接近阿密克兰峰值 预计两到三周就能达到 而后曲线将会开始下降 对持续不断的大流行病的恐惧 促使意大利人购买了越来越多 与生命或健康相关的保险单 根据2021年底调查 360万意大利人首次签署了类似保单 这些新投保的人群中 有34%是出于对疫情的恐惧 而签署了保单 同时相关的在线搜索量 同比增长27% 增幅明显 这也表明意大利人 对以往并不感兴趣的人寿保险 和健康保险越来越感兴趣 与2021年前6个月相比 2021年下半年的 人寿保险单在线搜索量 增加了9% 第四季疫苗来了 疫情使妖房成了相谋吗 1月19日卫生部通告显示 西班牙数据报告新增感染 249,430例 死亡81,803例 以色列Shiba医学中心的研究发现 辉瑞和莫德纳的第四季加强型疫苗 仅对奥密克戎变种毒株部分有效 目前接受第四季疫苗临床试验的 共154人 全部都接受了第三季疫苗的接种 但在第四季实验中 研究发现他们的抗体在接种疫苗一周后 只有小幅度的提升 根据上述实验和研究 专家认为 在接种第三季疫苗后 第四季疫苗针对新冠病毒的抵抗 有效性较低美国辉瑞制药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rer在1月17日 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新冠病毒的传染将持续数年 但目前这波疫情应该是最后一次大规模感染 并且让多国卫生部门干预并出台限制举措 他表示 辉瑞制药针对新冠病毒研发的Paxovide药物十分有效 在2021年11月临床实验阶段进行测试 符合预期 其结果显示 在新冠感染发病三天内服用 病患住院率平均降低89% 随着新型抗新冠药物的药发 辉瑞制药打算5年内 在法国投资5.2亿欧元 用以支持新冠病毒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生产 西班牙政府归新冠世纪最高售价为2.94欧元 但仍然比邻国价格高 葡萄牙的新冠世纪最高售价仅为2.1欧元 事实上 民众对新冠世纪的需求量巨大 但药店卖得很贵 也不会打折出售